最新一期的口红王子又如约开播了 这期节目中 何久邀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 鬼鬼吴应杰 鬼鬼的性格很可爱 又非常会搞气氛 他的加盟也让这期节目 充满了欢声笑语 鬼鬼是个活泼开朗的女生 也是很多男生都喜欢的 不过鬼鬼至今仍然是单身 节目一开始 何炅就询问道 在你心目中理想型的男生都有什么标准 有趣的是 鬼鬼的第一个标准 就让何炅气到想要送客了 原来鬼鬼喜欢身高适中的男生 他要求的身高标准是175公分 到185公分之间 何炅听完后别提有多扎心了 何炅脱口而出 谢谢你 再见 节目还没开始 何炅就想送客了 这也太逗了吧 其实鬼鬼无应节对理想型男生的要求也并不多 除了身高之外 他还喜欢沉默寡言的 和爱干净的男生 符合这三个标准的男生很多 网友们也祝福鬼鬼能早日脱单 尽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网友们都知道 何炅是娱乐圈中的老前辈的 很多年轻艺人都特别尊重他 有趣的是 鬼鬼对何炅却有专属称 而且他的专属称很宠密 原来鬼鬼称呼何炅为宝宝 在当今的娱乐圈中 这样称呼何老师的还真不多见 他两个友情一目了然 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就不用多解释了 其实网友们都知道 何炅确实很提携鬼鬼 何老师也带着他参加了 不少热门的综艺节目 鬼鬼目前的人气值很高 肯定也离不开何炅的提携和照顾 说实话 何炅对这些既努力 又有才华的年轻宝贝 确实很照顾 难怪网友们都称呼何炅 是娱乐圈中的伯乐 何炅对鬼鬼无应接也十分的了解 在何炅看来 鬼鬼不但是个活泼开朗的女生 她还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任何事情都会去主动追求 对待自己的工作也很认真和敬业 何炅还用了六个字 来总结了鬼鬼的性格 何炅认为鬼鬼就是猎豹型的女生 不得不承认 何炅的总结很精准 也很独到 何炅如此了解鬼鬼无应接 她两个友情一目了然 像鬼鬼无应接这样的女生 她们都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 更难能可贵的就是 这种类型的女生会为了自己的目标 不断努力去争取 她们会去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 确实 鬼鬼的性格很可爱 这或许就是何炅看中她 主动提携她和照顾她的原因之一吧 照顾她们以后 现在有离卖的女生 把握住天生了 反正的故随